哈萨克斯坦发生大规模骚乱之后 习近平主席向托卡耶夫总统致口信 公开表达支持 表示中方院尽其所能 向哈方提供必要支持 帮助哈方渡过难关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 同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长 特列乌·比尔吉通电话 再次表达中方对哈方维稳指报的坚定支持 中方还同其他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过一道 第一时间就哈局势发表声明 支持哈领导人为恢复国内局势稳定 所采取的举措 展现了成员国对哈方的有力支持 托卡耶夫总统对习近平主席 在哈危机时刻致口信 深表感谢 特列乌·比尔基副总理兼外长 称中国外长在哈全国哀悼日之际致电 再次彰显了中方对哈方的坚定支持 和兄弟情谊 这些互动充分体现了 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也彰显了中哈两国安危与共的深厚情谊 我还注意到 柯议史巴耶夫大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哈当局采取有效措施维稳指报 目前全国安全局势已趋于稳定 我想再次强调 中方坚定支持一切有利于哈国内局势恢复稳定的措施 将继续为哈方保持国家稳定健康发展 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